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31号 今天是西方的这个万圣节的前夜 所以想想呢 我到这边从来到现在呢 历经了三年时间 我记得第一次来是2018年 当时来了 没几天呢就过了这个万圣节 然后当然中间回去待了一年多时间 跨过了三年 但是时间待了可能也就两年时间 或者不到两年时间 在这里呢 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好了 距离上次这个视频呢 已经有差不多20天时间了 这段时间呢 自己也比较懒 所以说趁着这个周末呢 也是该您补一篇 前段时间呢 我们一直在做钻尼准备工作 前段时间呢 也在研究这个冰箱轨迹设计 以及防碰相关的知识 这里面就涉及到的一些坐标相关的东西 今天呢 就跟大家来探讨这方面的一个知识点吧 其实相对于整个钻尼设计来说 这个可以去理解它 可以不用理解它 更深层次的内容 只需要知道它是一个代表一个位置就OK 但是我呢 每次看到这个东西呢 就想把它搞清楚 记得以前也是研究过 然后也是没有研究的特别透 前段时间呢也是研究了 然后每次研究吧 都是了解更深一些东西 但是呢 想彻底的研究透明还是挺难的 然后今天呢 就不是专业的人吧 但是也算跟大家一起套砖引玉吧 跟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就是说把我知道的跟大家讲出来 也许也有不对的地方 欢迎大家自言讨论 好了我们开始吧 我们知道这个在钻井设计里面 我们一般呢 都会在那个钻井设计前面部分 会看到就一个井口坐标 或者甚至呢 还会写一个打点坐标 然后给出了这个X和Y 当然呢 国内的这个设计 它这个X指的是这个纵的 Y指的是横走 跟我们在数学课委上学的这个 评论比较这段式的XY是相反的 当然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 纵和横来表示 那就比较好理解了 这个是它的坐标系 比如说我国内的一些景的坐标 就是350 中间还有两位 然后59.5 或者说1874 中间两位 然后65 这下面的这些坐标都类似 都是国内的一根井的坐标 当我们看到这些坐标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脑海里有一个概念 那就是它就是在一个 主角坐标系里面的两个点 因为我们在中学或者大学里 学的这个主角坐标系里面 只要我们把圆点确定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两个点 来表示它在这个 主角坐标系中的位置 但是按道理来说呢 我们的转型设计里面 如果说它只给出了一个坐标 没有说其他的任何的限制 那我感觉这个就不是很严谨 因为你哪怕是主角坐标系 你至少也得确定一个圆点在什么位置 然后你再确定它的方向 X轴外轴方向 那当然这个主角坐标系 可能是垂直的 第一次就是那你至少要告诉大家 你这个坐标是个平面 主角坐标系 然后它的坐标原理在哪 这样的话才比较严谨 然后当然我们知道在平面上 或者说在空间表示一个位置 一个紧口的位置 有这个平面主角坐标系的表示方法 当然也有这个空间主角坐标系的表示方法 就比较复杂了 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空间上的 表示一个点的位置的方法 比如说有极座表、球座表、柱座表等等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最喜欢的 就是一个平面主角坐标系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把所有的紧 都给它放到这样一个平面主角坐标系 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知道它的相对位置 哪个比哪个北一些 哪个比哪个东一些 这样就很好表示了 这个是个平面的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地球上的所有的点 就是小范园内 可以把它近似的看成一个平面 但实际上地球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拖球 所以说如何把我们地面上的一个点 我们来进行个准确的测量 我们来进行准确的对比 那么就涉及到一些其他一些方面的内容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来介绍的 这个是我在YouTube上找的一些资料 就是把平面地球上的一个点 来给我们转化到最终的我们一个平面之角 就是在系上的一个点 那么中间要经历这样三个步的 首先这是一个地球的图片 其实这个图片是有一个 肯定是处理过的 因为地球我们知道肯定不是一个阵源的 这个看起来像一个阵源 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它分为陆地和海洋 海洋的海平面可能高低经常变化 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把它转化成一个GELA的 叫做大地基准面 中文翻译过来说大地基准面 海面的话我们把它选平均海平面 然后陆地的话我们也是经过一定要处理 就把它简化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基准面 就是一个固定的基准面 在这个面上它的重力是相拥的 就是一个等重力的平面 然后有了GELA的以后呢 我们物理上或者数学上来描述一个物体呢 肯定是越规则越好 比如说一个正方形我们好好描述它 比如说一个图片 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我们就不好去描述它的位 比如说为了更好的去描述 我们的地球的GELAID的形状呢 我们就把它近似成各种固球体 这个ELYPSOID ELYPSOID就是固球体的意思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固球体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方法 那么我们选出来一种比较贴近于这个ELYPSOID的这种固球体之后呢 就可以很好的来描述 这个固球体表面上任何一个点了 对吧 虽然说相对复杂 但是通过数据的计算 我们可以准确的知道这一点 不管是用我们的极坐胶 或者说我们的空中坐胶 我们可以很好的就确定这一点的位置 但是它呢还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点 那么我们最终呢 通过一个投影的方式呢 就把它转化成这个平面上的一个指导作标系 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有这样三个步子 其中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呢 这边比较有说明 第二步呢就是说 这个选择这个不同的这个固球体的方法 你看它这个当然画的比较夸张 有的是比较扁 有的这个呢比较长一些 有的可能屈中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选择这个固球体的方法 然后投影呢也是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投影方法 这个投影呢就是怎么说呢 就相当于我们拿一个光线 从一个方向照过去呢 跨在另外一个平面上 它会去一个它的轮廓的投影 对吧 但它整体的思路呢就是这样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步骤的过程 第一步呢就是说 要把那个实际的这个地球带这个海洋带录地来 因为我们知道海洋有的地方很深 像那个什么海沟啊 可能是1万多米 录地上呢 可能像这个东方法峰8000多米 所以说你要是画出来 相对来说 可能就这样上下凹凸的平面 当然相对于整个地球表面来说 可能相对的幅度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也需要把它先把一个 金色的地球转化成一个大地基准面 这样一个相对规则一点的固球体 我们知道大地基准面呢 它是海上的话就是平均海水面 以这个平均海水面重合 然后延伸到大陆内部的水准面 去正高的基准面 在测量工作中呢 均以大地水准面为一具 因为地球的表面起伏不定 内部质量分泌均匀 故大地基准面 是一个虐待有一个起伏的不规则的局面 该面包围的形体 近视为一个悬面可修体 成为大地体 常用来表示地球的物理形状 就用它来表示这个 实际的地球的物理的形状 然后它在这边说的是 它是一个等重力面 就是物体研究概念 运动是重力不做工 比如水在这个面上是不会流动的 然后大地水准面是描述 地球形状的一个重要物理 那么它是海拔高层位置的起算点 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海拔高层 其实指的就是说我们实际的 所在地面的高度 与基本面的差额 我们可能真实的位置在这里 那么我们说的海拔 就指的是我们这个位置的高度 与这个表面之间的距离 这样的话我们就第一步 把这个真实的地球转化成了一个 我们的更能准确的描述 这个真实地球的一个球体 就是geoid 好了有了这个geoid 第二步 我们就是要选择一个妥球体 让它能够尽可能准确的描述出 我们这个妥球体的这个形状 我们看这个图可能相对来说很多地点 可能你看都在这个妥球体上 但是呢 这边这个部分可能就没有贴合到这个妥球体上 或者这部分它也高出了 所以说当我们描述这个点的位置的时候 因为我们描述位置的时候 可能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妥球上 我们才知道好计算它的数据 那么我们描述这点的话 我们肯定选择这里的数据来描述它的 那么这样就不准了 那么这点呢 我们是描述这点的真实的位置呢 我们是用这点数据来描述的 所以说是不准 你看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用这样一个妥球 可能就更能描述它这个位置的真实的距离 而如果说我们选这样一个妥球的话 那么在描述这些其他地方的时候呢 可能就非常的不准 所以说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妥球呢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所以说就有不同的这个妥球 然后描述这个妥球呢 那我们有几个物理参数 一个就是它的长半轴 然后短半轴 然后还有它的扁率 就是长半轴减短半轴 除以长半轴 还有什么第一偏积率 第二偏积率 这几个参数呢 就可以描述出这样一个妥球的形状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这个妥球 去描述我们刚才那个GLA 那么我们就有了不同的这个坐标系 比如说有北京54 它是采用这个class of 司机妥球 它的长半轴短半轴扁率 这样一个参数 还有比如说我们常用的WGS84 大约多标系 它用的是WGS84的妥球 然后这是它的长半轴 短半轴和变异 然后我们第二步就是把这个JLA 就转化成了一个妥球 然后转化成也可能不同的妥球 国内现在用的比较多 这个国家短前大约多标系 那么它的这个妥球的这个参数 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呢它那个差别不是特别大 但是对于我们更精确的一些描述颈位 这个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这两个可能就差了三米 这个可能差了也是两三米 但是它在我们描述颈口位置的时候 可能就会差距比较大 好了那我们下面来简单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坐标系 之前我们国内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北京五四坐标系 它呢采用这个妥球 就是克拉索和世界旧前苏联的 一个妥球的一个参数 那么北京五四坐标系呢 是一个参星的大地坐标系 它与这个地心坐标系就是有区别 地心坐标系就是以地球的质型 为原点的这个坐标系 而参星呢就是它不是以地球质型的东西 它肯定是以假设的一个点 那么大地上的一点 可以用精度尾度和大地高层来定位 它是以克拉索和世界旧 以妥球为基本 经过局部平常后产业坐标系 它其实呢是前苏联1942 就是普尔科沃这个坐标系的一个延伸 那么它这个坐标系的原点 不在北京 而是在这个普尔科沃 也就是这个区件呢 就是原来的这个克拉索和世界旧的这个妥球 而我们这边呢 经过了一个高层上的一个处理 就变成了这个北京五四的一个坐标系 北京五四的坐标系呢 属于参兴坐标系 它采用了这个土球 然后它的原点在连速点 它的这个高层呢 采用是1954年青岛 燕朝战球出的这个黄海海平面的 作为的这个高层的基准 比如说这个是黄海海平面的这个高层 那么就是以这个为基准 而不是以原来的这个克拉索和世界旧的这个 土球面的这个零点为基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较常用的这个WGS84坐标系 它采用的就是WGS84的椭球 就是它的椭球的数据 那么它呢 是全球定位系统使用的坐标系统 而且通过遍布世界的卫星站 观测到的坐标间链 是初次是1984年间链的 均度11到2米 后来呢 经过了这好多的发展 第三次进化呢 是2002年1月起 然后它的几何意义呢 它的原点在地球的置心 然后它的这个Z轴X轴Y轴 Z轴呢 就指向了这个结义定义的这个地球级 地球的一级 然后X轴呢 指向了这个零度直五线 就是本数直五线 然后它的外轴呢 就是跟这里的面垂直到这个阶子 从右手规则确定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手机 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北纬和东京的这个坐标 这个坐标呢 就是WGS的一个坐标 然后这个海拔呢 指的是这个正高 然后我们这里讲一下这几个高度 比如说我们这一点 我们测得的这个北纬 40度 这个多少分钟 然后东京这么多 那么然后它的海拔20米 这个20米呢 就指的是正高 指的是这个高度 所以说说我们地面这一点 C的距离 我们的这个GEOID之间的这个海拔高度 如果说是在我们的海上 你看它如果是不同的这个位置呢 它这个正高是必一样的 而我们的这个GEOID 和我们的这个WGS8 这个妥球的妥球面 之间呢 它会有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呢 应该是一个确定的数 因为我们的这个面是确定的 然后我们这个面 一旦我们确定妥球之后呢 也是确定的 所以说这个差额是确定的 那么我们测得的这个正高的距离之后呢 其他的几个高度数字呢 都可以转化出来 我们的小H等于我们的大H加上分 好我们这个图再把几个高度的基准 再重新讲 这个我们知道一点的位置 除了平面位置以外呢 还有这个高层的位置 就是地面点 沿参考妥球面法线 就是地面上这一点 沿这条法线 到这个参考妥球面 参考妥球面 比如说有这个WGS84 有这个Clustle 刺激球球 这个参考妥球面 这个距离呢 就是我们的H大 就是我们的大地高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图的这个小H 然后如图表示地面一点的大地高 H大 这个H大 与正常高 H长 正常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H长 这个近似大地水准面 就类似于我前面说的这个 我们的北京五四的这个坐标系的 这个黄海的这个海平面 因为它不是这个参考妥球面 它是在这个参考妥球面的基础上呢 再附加了一个 我们当地的一个海平面的基础 那么这个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我们这个北京五四的这个 以黄海的海平面为基础 这个近似的大地水准面 这个某一点到这个基础面的距离呢 就是我们的H长 然后以及与这个正高 H正 这个H正呢 就是我们的大地水准面 Goid 到这个地面对点的距离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Goid 到这个 地面啊 真实的某点的距离 就是这个大H 这个就是他们之间关系 我们可以得到呢 H大就是大地的这个高度 等于我们的H正 加上我们的N 就是我们这个H大呢 是前面的小H 然后H正呢 就是前面的大H 这个N呢 就是这个大地水准面 Goid和这个参考妥却面 WGS 八四之间的这个距离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北京五四 这个水准面 之间的一个转换 比如说我们的近似的这个水准面 比如说黄海 那个水准面 与这个我们的参考妥却面 那么这个参考妥却面 那么这个参考妥却面 如果说按照北京五四的话 就是克拉索和斯基的这个妥却面 那么它之间的一个差距呢 比如说是Casset 那么然后它这个H长 就是这个 那么它与这个我们的实际的这个大地高呢 也是可以转换的 所以说不管是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WGS84的这个大N和这个H正来算这个呢 还是与我们的这个 这个克拉索夫斯基参考妥却 与我们的这个黄海五四的这个高层呢 这个Casset和这个H长呢 都可以算出来我们地面的高度 好了 这是我们指的不同的这个高度基础 然后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海拔呢 就指的是正高 就比如说是我们的大地的水准面 就是J1E的到我们地面呢 这点的距离 金融 剑 咫 又不忍